大家好,我是永钱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聚焦现实深度思考 和您一起感悟生活的点点滴滴 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于美国 但在美国却含有称为互联网金融这个叫法 而是以电子金融、网络银行、互联网保险、P2P等分散的形态而存在 由于在老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监管环境的不通 互联网金融在美国并未像在我们国家一样 独树一帜发展的这么迅猛会计 互联网金融在2012年也就是10年前提出了这个概念 由于资本的介入 同时由于网络支付的出现 就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高速的发展 互联网的支付是最关键的一步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平常所用的两款支付系统 那么这个支付呢 给我们生活和消费体验带来了快捷、便捷 而且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新奇好奇的感觉 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它的外延在逐步的扩大 就出现了向互联网众筹 互联网众筹也就指的是群众的募集资金 同时您也可以理解为 发起人、跟头人和平台构成 还出现了像P2P、小额带、校园带等等 批着互联网金融外衣的一些科技公司 后来形成了一些大资本所控制的互联网银行 所以说有些人就说 你银行不改革 我就要改变你 那么也就是随着资本的介入 助推了互联网金融的快速的发展 但是我们普通的百姓 随着开始的新奇、好奇 到后来的拥护和体验 有些人在体验的过程中 就买来了实实在在的痛苦的教训 好多的参与互联网金融的一部分人 就诟病互联网金融中某些业务 那么同时有些大资本 打着互联网金融的这个概念 从而在互联网金融的平台上 由于实行垄断 崛起更大的财富 形成造富运动 触碰了金融的底线 触碰了监管的底线 十年的发展 到最后国家终于认清了 在某些方面对国家、社会和百姓 所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危害 因此控制一些大资本野蛮扩张 装到笼子里 设置了红绿灯 这是互联网金融 十年间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历程的一个概括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以昆仑测高级研究员 著名学者李光满先生 早前发表的一篇文章 作为结合点 和大家共同的交流 探讨一下 说到金融 我们就离不开资本 我们知道资本 它经历了商业资本 产业资本 以及金融资本 那么今天就来到了互联网金融资本 那么通过这十年的互联网金融资本的运作 让我们看清了什么呢 接下来李光满先生说 互联网金融资本 将比传统的金融资本更加贪婪 在互联网上摧毁了传统银行业务之后 他们将会以全面高度垄断的金融巨头身份 放高利贷 他们最终的目标 是将放高利贷成为合法行为 所谓的互联网金融资本 将获得全部超级的垄断利润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快速的发展 我们出国以后 有的时候感觉很不方便 对吧 还要刷信用卡 还要支付现金 那么在我们的普通生活当中 我们一部手机全部搞定 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快捷和方便 在外边感觉非常有面子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至今 对我们传统银行的业务发起了挑战 我们知道新型的科技 总是要挑战老的传统模式 那么这个挑战的过程中 也是互相促进 互相学习 互相改进 互相提高的一个过程 但是互联网金融在大资本的运作下 它的目的并非这么简单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闲钱和富裕权 在一段时间之内不是存储银行 而是存储到互联网的平台的某个互联网银行当中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利息稍微高一点 所以说有些人就看到这么高一点点的利息 也就是说资金进行了转移 在这转移的过程中 大家想过没有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是一些大资本 究竟是由谁控制呢 是由资本控制的 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 再把这些钱带出去 而带出去就是以高利贷的形式 带出去 赚取这个差价 对吧 玩金融玩资本嘛 不劳而获 把掘取更大的利润和财富 那么我们说 任何一家企业金融领域 如果是合规合法运行 在国家的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 不触碰监管的红线 我们说这无可厚非 因为看到了这个巨额的暴力 都快速的在完成原始积累以后 进入了互联网金融体系 因为什么 来钱快来钱 那么使资本得到快速的增值 使自己的财富暴涨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有些利润 应该是国家获取的 可是到了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后 就变成了私人的财富 接着李先生说 互联网金融资本 不要实物抵押 只要信用抵押 并由此形成一种 信用资本形态 以信用来控制 人们的消费习惯文化 从而引导超前消费 无用消费奢侈消费 将会腐蚀整个社会人群和社会的机体 大家都知道 到传统银行贷款 是需要有实物抵押的 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我拿这个房产做抵押 我想贷50万 那么你这个房产评估以后 必须要高于这50万 你才能够贷出50万块钱的这个款项 而互联网金融 它发明了一种信用 而这个信用就相当于你在传统银行贷款时的那个抵押物 也就是说是一个背书 但是这个信用呢 它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信用可以作为抵押物 可以作为你所贷款的背书 因此让它就超越了传统银行的这个实物抵押 因而形成了一个信用资本管理形态 那么这个形态一旦形成呢 就可以控制你的消费 你一旦违约 你的社会信用就没有了 就会成为老赖 我们很多的消费习惯 文化等各方面 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颠覆 在一些资本所控制的这些媒体的宣传当中 被洗脑了 阴池冒凉 把明天的钱今天消费掉了 有些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购物欲 从而养成了一种瘾 我们有些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女人 常称自己为剁手党 或者说叫败家娘们 当然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条款 那么这些消费买来的东西有用没用呢 大家看很多的东西都是没有很大的实用性 因为这个消费习惯一旦养成 它是一种瘾 每天要是不买两三个 就感觉这一天什么事没干一样 这就是一种互联网金融所控制的 人们潜意识中这种虚拟的购物的瘾 同时塑造一些流量明星引导奢侈消费 使一些年轻人抖入企图 使一些年轻人看不清方向 一些年轻人在不自量力的情况下 没有实事求是的 看到自己的应有的经济实力 感到有面子 在人的面前有尊严 而使自己陷入了这种债务的漩涡之中 带来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好 第三个 李光玛先生说 互联网金融资本 在大的资本巨头的控制下 实体经济的存活将更为艰难 由于他们会以超高的利率 对所有贷款者放贷 将会造成更多的实体经济破产 没有破产的也会在死亡线上挣扎 最终没有人办实业了 没有人从事实体经济了 由此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 给实体经济带来了灾难 这个大家都不难理解 我们说目前实体经济 暂时出现了困难 或者说艰难 客观地讲 在互联网金融的资本 对这些年实体经济的影响 有没有呢 有 而且是很大的 但是呢 也并不都是互联网金融资本 对实体经济的摧残 也有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原因 那么实体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从互联网金融资本的角度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中小微企业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融资都很困难 可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只有一条捷径 可以让他们的轻而易举的融道资 那就是这些 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的 一些科技公司进行贷款 而且这个利息是远远的高于 我们传统银行的 我们说一旦融资的利息太高 就会吞噬掉这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利润 使利润变薄 没有了利润 这个企业赚不到了钱 它还有什么存活的必要呢 就形成了很多的企业举步维艰 达到了破产的边缘 已经侵吞了实体的利润 而这些利润又回流到哪里了呢 就回到了大资本所掌控的平台 让他们把财富又给收割了一轮 使我们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空间化 起到了一个助推或者一种催化的作用 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这样和那样的危害 这是其中各种的原因 我们刚才说了互联网金融 对传统银行业和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的影响 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那么互联网金融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 达到大而不能倒的时候 他们的企图心又是什么呢 李光玛先生说 互联网金融资本在实现巨额财富垄断之后 将会把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到一些政治领域 他们就会创办属于自己私人圈的 这会那会这大学那个学院 会控制大量他们控股的互联网媒体 会组织各种金融论坛 为互联网金融资本开路发言 会利用其巨大的资本控制力 对社会生产和经济方面进行控制和垄断 会利用其资本投资权力 在各地掠夺优质资源和利益 他们会寻求制定政策的巨大影响力 这些都表明实现政治经济金融媒体 和私人圈的高度融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大资本赚的盆满钵满 形成了巨量的财富以后 他们的心就会膨胀 就会更进一步的贪婪 巨大的利益和财富 已经满足不了他们贪婪的心 可能把手会进一步延伸到政治生活当中 构建了自己的圈子 这会那会等等 我们也常说嘛 要想人不知 处非己莫为 隐藏的再深 早晚有一天 狐狸尾巴会露出来的 露出来以后 大家都知道了你的真正的目的 我们说互联网金融的诞生 在社会上的存在 它的目的是将来 能够用这种灵活的金融体系 为社会做服务的 这些资本要为社会 要为国民经济发展 是做贡献的 那么目的是助推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在现实上 我认为却是通过垄断 撰取饥饿的财富 同时呢 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通过很多事情的爆雷 我这里边就不再一一立举了 大家也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 真正的货色和底色是什么了 那么一旦实现政治经济金融媒体 和这些圈子的高度如何 这个闭环一旦形成 你想一想 这些人的目的究竟是要想干什么呢 也就是在这些大资本所运作 互联网金融帝国 即将形成的最后的一刻 国家出手了 即时卡灭了 这个互联网金融帝国 所控制的苗头 那么即时扭转了我们国家 可能走向互联网金融资本 所控制的这个邪路的方向 可谓是挽狂澜一句道 是在一次关键时刻 采取的关键的行动 因此上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就提出了防止资本的野蛮扩张 把这些野蛮资本装进笼子里 设置好红绿灯 好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